那麼還有一個問題是想請教您 她說這請問不查收入的利息最近是多少呢 因為據說最近利率都在漲嘛 她說為什麼我的利率要5.6以上 投款要放25% 我的信用分數也很高啊 那我的這個利率為什麼這麼高呢 是不是這個貸款人員沒有幫我好好來做呢 那請這個資深貸款專家莫莉卡茅再幫忙回答一下 好 是這樣 首先不查收入 它其實也是有不同的lender 他們有不同的規定program 對 不同的program 那不查收入不單單只是看利息部分 你還要看一下總體的不查收入 你最後要付出去的錢 也就是說你的cost 那一般來講因為你沒有正常的報稅 沒有繳納正常的足夠的稅金 所以呢你是只能走不查收入的 好 那所以一般總體來講 你走了不查收入的貸款 它在費用和利息部分呢 是肯定要比查收入的要高 那目前我只能這麼跟她說 一般來講你不查收入的利率 會比你查收入的利率 對於同樣的loan的那個貸款的情況 同樣的scenario 基本上會要高至少要一個point 對 所以另外還有一些費用啊 各式各樣的一些charge怎麼樣子 所以還是要好好的了解細緻 然後比較清楚 對 實際上也是建議朋友們在做貸款的時候 還是可以比價的嘛 對吧 在不同的貸款的專員他們那裡 通常您覺得說如果是要比價的話 比較幾個公司就可以了呢 比如說兩個互相對比一下 還是兩三個對比一下呢 這個其實不在於那個數字比較多少加 而是說你諮詢下來 你自己會有一個體會一個心得 對 那整體來講 然後還加上一些資訊的系統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了解一下 對 費用利率 作為一個聰明的消費者比較一下 你自然就會有一個心得 然後當然對方的誠信度 對方的service 然後那個就是給你的感覺 是不是很誠實非常的 誠實可靠 有些講得很好 到最後如果說是不遂限的 那你是一個落空的 對 所以自己也是要感覺一下 是的 是的 好 反正不管是怎麼說呢 我們也是就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也可以跟我們的專家們去聯繫 對不對 然後在你們心目中找到 你們最想要合作的專家們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資深貸款專家 莫里卡茅的解答 謝謝您 好的 謝謝 好的 謝謝